因为自己不明 他就会随顺自己的毫无 随顺自己的意思 造作种种的罪业 他并不晓得造作的是罪业 等到苦暴现前的时候 后悔就来不及了 众生只知道眼前 不知道过去 更不知道未来 佛告诉我们 因果同善事 国报有现报 有生报 生报是来生 有后报 后报不一定是在哪一生 遇到云就起现行 我们自己一生当中遭遇 无论是顺境是逆境 都有原因的 绝不是偶然的 世界没有偶然的事情 决定有叙事的因缘 战争当中阵亡 也有叙事因缘 真正是所谓 亦盈亦诸莫非前定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 差不多十四十多年前 将近五十年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位 朱金周老举死 我那个时候 二十六岁 他大概是七十一二岁的样子 老先生 告诉我一个故事 在抗战之前 日本人 发动 叶尔拔 上海的四变 在他们发动 叶尔拔四变 前三个月 那个时候 他住在苏州 他是苏州一个银行的经理 那么常常有些朋友 在一起 相聚 其中有一个朋友 那个时候 人家叫走阴差 这个名词 大概你们有很多人不懂 什么叫走阴差 晚上到阴洛王那里去办公 去办事 白天呢 他就醒过来 他晚上睡觉 死人一样 他就上班去了 他就上班去了 他的朋友当中 有这么一个人 坐阴台的 但是地位也不高 传递公文 在我们世纪 上海是特别是 地位跟神一样 在阴间里面 上海是一个普通的县 上海的城隍 就等于像上海市长一样 要归苏州城隍 苏州叫都城隍 好比是神长 他那个朋友告诉他 上海送了一批生死墓 上海城隍庙送到苏州都城隍的 是他接收的 他接到之后也好奇 翻一翻看看 这一看呢 他就糊涂了 这个名字啊 它五个字六个字 那么长 而且整本都是的 他把这个事情呢 给这些朋友聊天说出来了 大家都猜不通 我们中国人的名字最长 四个字 复兴的 但是也不可能那么多嘛 哪里会一下死那么多人呢 三个月之后啊 这个叶尔拔事变之 事变发生了 他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什么 在那一次战争里 日本人要死在那个地方 生死部啊 已经从上海送到苏州去了 所以老居士的时候告诉我 战争阵亡 三个月之前 名册都送到都城隍那里去了 不该死的 不会死 该死的 还是命运注定的 说明 你战争里面死的 都没有冤枉死的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所以 我们一生当中 遇到再不如意的事情 不可以冤天诱人 晓得是什么 叙事的一阴 遇到这种环境 更应当进去 行物过来 好好修行 断无修善 只有自己才能转自己的业报 没有别人可以能够代替的 佛菩萨能够帮助我们的 是把四十真相 为我们说清楚 说明白 修行呢 还是要靠自己啊